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我們黃景榮師傅就要來分享 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一個 萬用健康的蔥醬 蔥是很好的新香料 而且它做醬料事實上也很受歡迎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在市面上有吃到很多的料理 都會用到這個蔥鹽醬 像在港市的油雞或燒雞裡面 或者是一些日式的燒肉都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做蔥鹽醬 它有幾個比較特別的步驟 因為很多人在做都 重點比較沒有去掌握到 我們先來看食材 首先第一個是切很細的蔥花 蔥花 對 這個要維持乾燥 對 沒錯 就是這個要現在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蔥 我們只用蔥濾的地方 再來就是說蔥的話 如果你水洗完了之後 一定要在陰涼處把水分瀝乾 不然它裡面果膠跟水 貨在一起切的時候整個會很黏黏的這樣子 對 到時候蔥攪不開 再來第二個我這邊會搭配一個就是洋蔥末 對 洋蔥末的話是切末之後 我們就用那個冰塊水把它浸泡一下 讓它變成透明狀就可以了 帶一點甜味 那這兩個有一個比例就是 我這邊教大家在家裡做會比較容易成功 就是這個蔥大概跟洋蔥末大概是1比1的量就可以了 再來這邊鹽巴的運用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我們家裡一般的 家裡的鹽 那個盡量不要再用那個家裡 因為那個太鹹了 對 我這邊用的是 這個是 鹽鹽 玫瑰鹽 好 你用了玫瑰鹽 那如果用家裡的鹽 不然你就著亮這樣子 亮就少一點 對 因為那個鹹度太鹹了 所以有時候你一拿捏不對的話 你那個很容易整個裡面蔥都是鹹的味道而已 那我這邊用鹽巴主要是讓這個蔥稍微讓它有點軟化而已 那待會它的那個另外一個鹹度是來自胡椒鹽 OK 對 所以這邊是稍微讓它軟化的一個鹽巴 好 然後著亮 對 這千萬不能加太多 那你看這個已經稍微已經 它有點軟了對不對 你不要壓到出水 出水的話它那個果膠會跑出來 那再來就是這個洋蔥末 洋蔥末放進來 對 把它這樣攪拌 好 對 其他的鹹度就是來自這個胡椒鹽 好 跟一個香氣 這個也是量也是不要太多 也是要著亮 對 對 對 不然味道會很鹹 好 那再來我這邊會用兩個油 因為傳統是用一般的這個沙拉油加熱沖下去 但我這邊還有加一個這邊比較特別的是雞油 雞的肚子裡面那個油拿出來煉的雞油 傳統這個像港式它會再加點薑末在裡面 對 那我今天是做比較屬於台式的做法 所以不加薑末 如果你想有變化可以加點薑泥在裡面都可以 OK 所以待會我會用這個來做一個鳳梨雞 就等於它做一個佐料的部分 就不用再加其他的調味料在菜色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淋油 蔥油 對 好 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油溫拉高了 一定要冒煙 好 冒煙了 對 然後沖下去 好 可以了 這個看 聽起來這個聲音就很厲害 對 那我這邊不要做得太油 為什麼 因為我等一下要來做菜 是 因為待會噴嫩還會很多的油 所以這個是做菜在用的這個蔥鹽醬 對 然後最後加點的這個雞油 對 如果你沒有雞油的話 你就直接用那個香油就可以了 好 這個味道就非常的棒 那師傅如果我做了一碗 我做菜只用掉半碗 我剩下的還可以放冰箱保存在利用嗎 可以 對 我盡量在兩天內把它用完 這個是新鮮的食材 不要說給它放太久 對 你看這個蔥醬就非常棒 等一下用蔥醬來炒這些菜色 好 那我今天做一個鳳梨雞 那傳統的話 我這邊把雞肉的皮都去掉 然後有用醬油 然後一點的太白粉 還有一點的米酒 好 我們用一點醬油 太白粉 米酒 醃漬雞肉 剛剛講你把雞皮去掉 雞皮就可以來練你剛剛講的雞油 對 你直接用雞皮來練 也可以用像雞的腹內油也可以 OK 那我這邊有一個鳳梨 鳳梨要先下去煎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的 我們做這個有點水果在裡面 它那個鳳梨要煎過才會香 OK 所以你這樣子鳳梨下去 而且它那個香氣才會出來 好 那接著下來就是可以把 我們的配菜 今天我準備了 對 這個紅甜椒 放進來 然後一些菇類的部分 好 我們今天搭配了菇跟甜椒 今天師傅還有這一碗 這個好像是山藥 這個山藥是我們台灣的山藥 因為日本山藥它是比較適合吃人的 我用台灣山藥這個把它切塊之後 用熱水大概煮大概8分鐘 大家可以下來一起做 等一下最後下去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它自己就好了 好 那同時間 龍師傅這一鍋鳳梨雞也燒好了 你看 味道已經都融合 那這邊我蔥醬放上去之前 要再加大概1 2分之1小匙的 一個糖在裡面 好 著亮的糖 對 讓它整個味道可以稍微融合 然後這時候就把這個大量的蔥醬 對 整個放進來 然後還有我剛剛這個燙好的山藥 對 放進來 然後整個把它攪拌均勻 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龍師傅的原蔥醬鳳梨雞 真的我吃過 勝過那些 我之前吃那些什麼蔥油白斬雞 勝過100倍 我認為他之前 先把那個鳳梨給加進 鳳梨酵素把他的雞肉 整個變得非常軟嫩 那加上吸飽的一些蔥油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我覺得如果說很多人 不喜歡吃雞肉 只會喜歡吃牛肉 可以試著做這道料理 這個你家人一定都會非常喜歡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道雞料理 那我們今天講到那個 當然是蔥薑蒜 那蔥薑蒜對我們的健康 其實影響真的非常大 我就先講我最近碰到的一個案例 那有一天我有一個糖尿病的病患 他一進來 然後